中送信南大生和马沙拉第二少发生行车纠纷 惨遭殴打昏迷 事发至近一个礼拜 上午市长卢秀燕二度前往医院探视 南大生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那些坏人被抓就好了 卢秀燕除了道歉也承诺 一定会将打人的三名二少严惩法办 而南大生的病况也越来越好 医师再次考他100开根号是多少 昨天他还要想一下 今天没有多想就马上的回应 表示他的脑部更清醒更清楚 而南大生也拔掉了鼻胃管 可以开始进食 台中市长卢秀燕对着送信南大生 逼出大大一个赞 而南大生开口第一句话 则是向市长关心打人的三名恶煞 抓到了没 前面哪里痛 还是 那些后来我会抓就好了 有 约起来了 送信南大生住院一个礼拜 市长卢秀燕二度前往医院探视 除了道歉也承诺一定会对 打人的三名二少严加重诚 送信南大生7号晚间和马沙拉 第二少发生行车纠纷 惨遭殴打昏迷 事发至今恢复情况超出预期 而且可以开始进食 意外后第一个长周的美味是布丁 昨天只有买布丁给他吃 早上我们就把他的鼻液管拔掉 烤他的那个一百开口号 昨天他还要想一下 今天他随时马上就给你回应 讲话都有笑容的 院方表示经过测试南大生手脚 肌力都没问题 预计15号就能从加护病房 转往普通病房治疗 而做妈妈的看着儿子 一路从命围到恢复清醒 内心也是百感着急 要是我没有你 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希望他能够真的 尽尽刚刚的回到我的身边 接下来南大生将面对 创伤症候群治疗 还能面临复健的慢慢长路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回家 医院强调时间不确定 但有信心会很快 接下来梁志祥台中 唱不到